有一天我真的也受不了 说为什么我先生老师 不站在我这边 每次我都要花很多精力跟时间 去跟我公婆讲 结果后来呢 我就请我先生坐到对面说 我们离婚吧 因为孩子真的是我 我生下那个心头肉 而且我说他从出生矫正 然后开了四次刀 然后我把他脚筋切下来 然后再去接脚筋 好 那有时候我看到他 整个趴在脚上 其实我有点难过 对 然后所以他三年后 回来之后跟我讲说 我什么都 就是说 我知道你要的东西就是孩子 孩子我不要 我只要离婚 然后如果你不跟我离婚 孩子我带走 那这个当然是我心头上的肉 因为孩子一出生 他要矫正 他根本不是要小孩 他知道你要的 对 他知道我要的东西是什么 瑞玲姐 你的第一次婚姻 也是很轰轰烈烈 对 就是我其实不太爱讲 我自己的第一段婚姻 因为大家都很不相信 因为在荧光幕前 或者是在新闻线上 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很敢冲的人 对 然后也很拼的人 就是那种女乡人型的 很汉的 对 很汉的 就是说 可是没有人想要说 我回到家里面 其实我是一个家暴妇女 对 这是没有人很相信的事情 那就是 所以在第一段婚姻来讲的话 我觉得伤害也是蛮大的 对 他那时候是 我记得他家暴 而且又偷吃嘛 对不对 对 就是我 他就是我前夫 他第一次我发现到 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对这件事 我觉得他 因为他在我们高中的时候 就认识了 他是我们的校草 你知道吗 是我们全部下课的人 一定要跑到教室 去看那个男生 对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会嫁给这个人 对 因为我大家 风云人物 你知道 可是后来 所以很多同学说 蛤 你们两个结婚 还生孩子 大家是一个很惊讶 因为其实 老板 高中的时候 我长得很丑好吗 又胖又丑 大家也就是没有看上那样子 那可是我们也是 毕业了业之后 进了社会之后 我们才认识的 那所以说 在他的一个 我先生来讲的话 他会去有很大的一个不安全感 我前夫对我有很不大的安全感 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记者 那他是一个军人 那所以说他会一直到 就是说 处杂在部队里面 那我是会到处走人 可是事实上 我们两个是相反的好吗 所以当我第一次发现到 他在外面有别人的时候 竟然是在他的公文 公示包里面发现三封情书 哇 那个是文情并报 比我写的新闻稿还好 对你知道每个男人看着都会心动 比如说就是他希望能够取代我的位置 好好的照顾你 让你生活上就是吃穿都无鱼之类的 我想说我也没有对他不好啊 我也是那种照顾 从照顾就从衣服 女生都会这样子 希望说把他买衣服 然后把他生活上照顾好 做饭给他吃 然后甚至就是陪他 一直到他什么时候 比如说他晚上几点要放假了 我会一直等他 等到他放假 我才回来我才会睡觉 或者说我把他送到部队去 然后我再敢去工作 我会这样子一个心态 也是很体贴啊 对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 就是像我爸爸妈妈对婚姻 是很很专一的 他们结婚五十几年 所以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那样子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的婚姻 应该也是这样子才对 所以当我看那三封情书 我也傻眼了 所以说我们结婚四年开始 那那个时候 我跟我跟我婆婆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所以我婆婆有跟我讲说 你没办法生个孩子 生个孩子其实可以当一个婚姻的润滑剂 对那我说那吴俊宇老师的书里面 写了很清楚 孩子就是婚姻里面最好的润滑剂 这句话我每次看到她 我都告诉她 是啊 她跑得更快好吗 对 因为这个孩子 就是我现在这小朋友 那她也是在四年 我们结婚最后四年 那我前一个婆婆 她人真的非常好 她就是请她我前夫回来 然后喝个小酒 然后安排一下很棒的气氛你知道 让你在排软的时候 一个实际就算得好好的 就那一次我们就有了哀的结晶 这么帮的婆婆 对 她还跑到隔壁邻居去多一下 这婆婆希望你们两个好好在一起 对对对 所以除了当时我离婚的时候 我婆婆 因为我们是办完离婚之后 才回来跟我公婆讲 我跟我婆婆哭得好伤心 非常伤心 对 那所以说我觉得婚姻很多 就像韦帆哥讲的不能去勉强 如果说人不在我身边 心也不在我身边的话 这不要勉强 对 你最后下定决心的那个最后一根稻草 是什么 下定决心应该是这样 她在我们是小孩子生下来之后 小孩子其实有一些残缺 她的右脚是有所谓的一个马蹄形外翻 我要讲马蹄形外翻就生下来 她是没有脚后跟的 然后所以说她一出生 你在婴儿房里面就看到她一个小脚打着一个石膏 因为她把脚弯起来 好那这个治疗要一直治疗到七岁 所以当时我那时候剖妇产 因为我那时候痛了18个小时之后 最后决定剖妇产产的这个孩子 然后我醒来的时候 护士小姐就跟我讲 因为我问说 阿爸爸呢 她说 爸爸说这孩子不是她的 所以她走了 对 那最后来我听到我妈妈是这样 也是转述说 太过分了 对孩子 因为生完之后抱到她面前 因为大家人都在手术房门口等嘛 然后她看一看 她说 护士小姐跟她讲说 小孩子都很健康 那只有脚有点问题 但是可以透过脚症就OK了 她就直接讲 孩子不是我的 她就直接转头就走了 对 对那所以我在生完 好生气哦 所以你知道那时候 其实要很坚强 因为为什么 你没有办法难过 撅住 对 撅住 所以我知道伟环哥 那个撅住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所以我知道 离婚协议书赶快拿来 签一签的 没有 那个时候还没有 因为我父母亲信 你事座一把火就上来了 诶 事座会 所以这可以上火吗 孔强老师这样上火应该的 应该的 允许的 对 对 可是以我来讲的话 我的个性就不 我相信我爸妈 我说我爸妈是一个 她的婚姻非常美满的 所以她希望说 她自己的女儿为了孩子 然后希望这个家 能够再度重整起来 尽量美满 再试一试 所以我们有带孩子 去找过她 对 我还带孩子去找她 可是 最后她告诉我的就是说 嗯 她觉得孩子就不是她的 这个她 因为我也不能接受 这个答案 验DNA就知道 对 我不能接受这个答案 你知道吗 那算了 那我们就分居了三年 那三年之后 她有一天突然回来找我 三年都没有来看过小孩 没有看过孩子 对 所以孩子 我只有一张照片 一直放在我房间里面 在没有离婚之前 所以孩子只看了那个照片 那我要讲一个艺人 好 很好玩 就是有一天 F4突然出现了 嗯 好 那其中有一个周渔民 宅宅 他一出来 结果我儿子现在叫 爸爸 哈哈哈 哦 他全部很帅啊 对对对对 你忘了 你这样懂了吧 哦 真的是搬草 对 所以就说 应该要搬草 对 我说你 你说爸爸 他就把 赶快把那个 唯一的照片拿出来 爸爸 就这样子 我也傻眼了 你知道吗 这其实好心酸 对 这真的很 算是笑着 你这当然是多酸 对对对 然后所以他三年后 回来之后跟我讲说 我什么都 呃 就是说 我知道你要的东西 就是孩子 孩子我不要 我只要离婚 好 然后如果你不跟我离婚 孩子我带走 哎 那这个当然是我心头上的肉 因为孩子一出生 他要矫正 他根本不是要小孩 他知道你要的 对 他知道我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要的就是 因为孩子真的是我 我生下那个心头肉 对啊 而且我说他从出生 矫正 然后开了四次刀 然后我把他脚筋切下来 然后再去接脚筋 好那 有时候我看到他整个趴在脚上 其实我有点难过 对 有 孔庆老师给我了 今天卫生纸准备的好 还不够 谢谢 哎呦 哎呦 我的妈呀 那我孩子 我现在很厉害是 他在整个手术过程到中 他没有掉过一些眼泪 然后都是我 看着他 看完手术之后 然后打着石膏 我跑到厕所去大哭 然后再回来出来 笑着去对我儿子 所以那时候 我会觉得很难过 就是说为什么孩子是这样子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是他成长的 还好我有一个很 很棒的娘家 来照顾我的小孩子 一起都照顾我的小孩子 那人走说走不过去的时候 因为就像婉凡哥讲 你要去当爸爸 你要当妈妈 你要去照顾他 你要去跑线 跑新闻 然后白天去上班的时候 都是妈妈在帮我照顾 要不然就是一岁三个月 把他送进幼幼班去 他会说你怎么那么残忍 他一岁三个月 会走的第二天 我就把他送进幼幼班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 我必须工作去带他 然后再来就是陪他住院 然后治疗一直到七岁 这过程 他有给任何经济上的 就是我没有 都完全没有 所以这是我们离婚协议书上 我只写了很清楚 第一个他不要小孩子 孩子监护权是我 我只要求一个就是 每个月给他五千块的保险费 要缴保险这件事情 可是这件事情也很妙 是到好久之后 他发现这个孩子已经正常了 他突然要跟我要孩子 因为他后来他只生一个女儿 他没有儿子 他又再婚了 对 那中间他为什么要小孩子 其实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你知道吗 对 我才说这个帐要算得清楚 我给他看 养一个小孩没有这么简单 对对对 那当然当时在征的时候 法官 检察官当然也没有同意这件事 因为就我也以为再婚了嘛 对不对 你也不可能把他从我身上去抢过来了 这个婚姻好相同 你空窗12年载毁 为什么隔这么久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要载毁 因为我有点害怕了 对我觉得我自己可以 就像外面讲 我自己可以带孩子 我觉得我什么事情 我都有一手把他包办 可是到后来有一天 在我儿子国小六年级上学期的时候 突然跟我讲说 妈妈我想要一个爸爸 我就见鬼了 有没有职业叫爸爸的啊 我去哪里生给你啊 职业叫爸爸 那在暗示那个宅宅吗 我想要那样的爸爸 那我就问他为什么想要爸爸 他说他因为他同学 我问他说 你有没有爸爸 然后他说他没有 同学说他怎么可能 可是他没有取笑他 因为那时候班上有七个同学 是单亲家庭 他觉得说不可能 因为你每天都妈妈送便当来 也有阿公阿嬷来接你 可能你爸爸比较忙 可是他心里面 小小的心里面有看到 就是别的同学有爸爸来接 这个是在他心里面 好像有一个想要的渴望 对 那我就说好你确定吗 他说对我想要一个爸爸 好妈妈要去找 要完成他们的梦想 那我就跟上帝说 我要什么什么样的条件 比如说身高177公分 然后他就是 没有小孩 没有像宅宅啦 对 第一个至少他要 因为我会以我前夫来做 做一个案例嘛 那你不能比我矮嘛 因为我不喜欢看人家头皮 好不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他必须是要有 就是退休凤的 因为公务员 那我觉得至少我以后有保障 好 然后再来就是说 必须要好 没有没有 要有房子 要有车子 要有经济能力 因为我在想说我有儿子嘛 然后我再嫁给他就无子登科啦 对 我觉得刚刚好啊 应该有缺这种人 所以但是我那时候想要 我要去哪里找这种人 我后来想到婚友社 我在祷告 对我在祷告一个月的时候 突然我有一天晚上写稿 婚友社三个字在我脑袋浮泻 那个小姐很好 就跟我讲说 你一万块可以看十一个男人 哎呦不 CP10很高哦 我感觉 今天跟你开门见在讲 没有什么会员制嘛 对不对 对然后再来就跟我讲说 再拿一张卡片 跟我讲说 你要什么条件你写上去 嗯 当我写完之后 那个小姐我永远记得 因为她后来是我们的媒人 她就跟我讲说 有 有一个李先生 我说哪有可能啊 你电脑里面没有找哎 在你脑海里面找 对 因为就是你要的人 你不起来隔两天 因为隔两天要礼拜六 然后我们就有那个面谈室 那我很好玩 因为我是很守时的人 比如说你七点半 你跟我约七点半 啊这个家伙怎么七点四十还没到 原来他还在看另外一个女的好吗 哈哈哈 因为他一次约两个好吗 他有interview了 对啊 所以我才知道说 我是那个迟到那十个人 可是我觉得缘分就这么的凑巧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讲了 就是聊了天 我11个 我也只看他这一个 所以他是你到婚友 第一家婚友社 第二家婚友社 第二家见到第一个人 对第一个人 那你真的很有缘分 有那么多的婚友社啊 很多 可是你要找对 还真不容易 后来我有问他说 然后就中了 对啊我还问他说 你看了几个女人 他说连你是第五十个 第五十个啊 我说哎呀 你就在等我来吧 那真的是 他是永久会员 所以你在想吗 其实就在等那个 有缘的人出来啊 对 对 缘分 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 对 那所以说以结婚为前提的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给对方 各自都九个月的时间 我们设定九个月嘛 第一个三个月 我跟他先交往 对 那如果说两方 双方家长 其中 有人不同意 或你的朋友 对 你不爽 看我不顺眼 对不起 我们就结束了 哦 哎 我们讲得很清楚 理智 对非常理智 对 然后大概我们在第二 登科有三个月 对 然后我们第二个三个月的时候 是把孩子带进这个家庭里面来 他有小孩 他没用 哎 对 就是我说他没有嘛 所以我们才无子登科嘛 对 然后把孩子一起带进这个家庭里面来的 好 然后试试看 然后第三个的三个月是两家人一起适应看看 也没有人不适合 比如说未来的婆婆 公公婆婆不喜欢我 或者是小姑们不喜欢我 或者是未来的 哎 我这边她的丈夫娘不喜欢她之类的 九个月订终生 这好有效率的方法 对 因为她真的 三三三 她真的是一个公务员 我就这样讲 好介意人家不喜欢她 每一个层面都要照顾到 对 现在前面要问问管理员喜不喜欢你 那万一你很喜欢她 对万一你很喜欢她 她婆婆 你的婆婆没那么喜欢你呢 我很喜欢我婆婆没那么喜欢 我觉得那就也是结束吧 可是 可是 我们两个的婚姻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 都不是双方的家长 而是我儿子 当第二个三个月的第一天 我把她带到我 我先生面前的时候 我问她说 回来 其实家庭就日结束的时候 我回来问她说 诶 这个爸爸怎么样 很好 很像超人 超人 因为那时候超人正夯 你知道吗 所以她会画一个超人的雏形出来 我说她就是 你就是要跟她在一块 我说好 儿子妈选 对我觉得 我的先生是我儿子帮我选的 哇 儿子眼光很好 对 一是上帝先选 在这一个月当中我祷告 第二个就是我儿子 他觉得这个爸爸会对他很好 他几岁 对那时候那男的几岁 先生那时候几岁 我先生44岁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你有没有听过 他那个看了50个女人都不满意 你想你看一个男人44岁还没有结婚 他是多挑剔 或有多有自己的原则 对 理论上是不好相处的 然后结果 结果后来现在没想到他儿子喜欢 嫁给他之后才知道他每天6点会起床 然后6点半会出门 然后7点 没有没有 他什么时候吃早餐 好 然后接下来4点47分 8年 我们结婚8年 每天4点47分 我的手机一定会下 干嘛 告诉我说 老婆我下班了 都一分不差哦 每天4点47分 对4点47分 哇塞 5点下班 4点47分 他4点30分 因为要8点上班 4点30分下班 所以他开车 开到电厂的门口 刚好46分 他打给我就是47分 哇塞 所以8年我都过这样子的生活 所以我常跟我朋友讲说 我4点47分的魔咒 对于他那个男人 每天4点47分会call老婆的 对 然后5点20分之前 他一定会出现在家门 然后打开门说 老婆我回来了 就是就很固定的 都很固定 每一幕都一样 每一天都一样 什么时间要睡觉 什么时间要吃饭都一样 我来问一下瑞玲 你结婚10年了 听说结婚前几年 你的公婆都会对你情绪勒索 对 公婆一起来 其实因为我公公婆婆 像我公公现在90岁 然后我婆婆88岁 对不对 算是真的是高寿 所以我嫁到那边去的时候 因为算11年 所以我是42岁的时候 嫁到这个一家来 因为我第二次结婚嘛 那我觉得那个情绪勒索是 因为毕竟他 我先生也是二春 然后所以他没有再生 那所以他很希望就是 我到他那边去 可以生个小孩子 是公公婆婆这么想 但是我先生一开始就跟我讲 就是说 因为我带一个 十二岁小孩子过去 那他跟我讲说 其实生孩子不是在 我这个年龄范围 应该是在三十几岁的时候 就该尽这个义务了 可是你知道我婆婆就会 时不时有这个盼望跟希望 他很希望就是 生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 自己的血统的 然后纯正的血统的 对 什么是不纯正的 那我儿子就不太纯正 是别人的血统 对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多少都会有 这种压力给我 那可是我有一次 我是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那是大概在 我结婚第二年还是第三年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 因为他们是佛教 所以他们要拜拜的习俗 那没关系我们就拜拜 因为我儿子那时候 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那所以那个时候 他也要拿香拜拜 那可是拜完了之后 他就直接当着我跟我儿子 命跟我讲说 你不要跟你妈妈同样 生什么基督教 就基督教 因为我不拿香 那也是我进去的时候 嫁进去跟我先生讲 他说你看都没拿香 你一定要来我们家 来拜拜 来拜你的祖先 因为台语没有很多 对 这你怎么回应呢 对 然后我心里就默默觉得说 我很受伤 我坦白讲那个时候 可是我会跟我儿子讲说 宗教在宪法上是自由的 你有说 太理性了吧 对 因为孩子 你给他这样的灌输的教育 他不知道说 他到底听阿公阿嬷的 因为他自己也知道 他是跟着我再嫁的 对 再过来这个家庭 所以他有觉得 他是背负那个使命 不过感谢主 他在去年五月三十一号 他受洗了 婆婆 没有 是我儿子 你儿子 我婆婆受洗 我啊 我要放鞭炮了好吗 对 那其实我觉得 这种感情就时不时了 而且你知道 我婆婆她是肚子 比较大的那种中年 就是大富翩翩那种老妇人 她常常会在吃饱饭之后 她把我叫过来 她说 这个肚子要是你的该多好 就觉得 我说可是我没有啊 可是我这件事 婆婆很乐观 对 你会觉得这样子是不是 肚子大了一点 对 而且我刚才讲说 你是不是有糖尿病 所以你肚子这么大 我会提醒他 可是他会跟我讲说 妹妹 这一盆肚子 如果是你的女儿好 其实他一直是在盼望当中 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婚姻 让他儿子有这样婚姻 对 在过程里面 你跟你婆婆这么多的观念不同 我觉得难免会有点 好像没有办法达成她的标准 你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这种 可能有点内疚的感觉 跟婆婆不断给你情绪的压力 对 因为你知道 其实从小到大 如果要说我的志愿是什么 就是当一个好老婆 这是我的从小的志愿 不是好媳妇 对 好媳妇 这个关系都是 我很喜欢跟老人家聊天 所以我常会跟我婆婆讲说 其实这么老要生 也很辛苦好吗 因为我不是一个三十几岁的身体 很多养分已经都被消耗完了 那所以我说现在我带来这个 也叫阿公阿嬷 也对你们很好啊 那这个其实不纯 但是他还是信你们的信啊 对 所以我一嫁过来 就把孩子转为我现在这个先生的信 所以慢慢地在就是跟他们做沟通 然后还有就是像我婆婆 就是说是台湾的家庭 很传统 很节俭 即使住在新医区都很节俭 你会发现到这个椅子呢 为什么明明就断了 那它就可以用铁丝绑一绑 因为老人家嘛 觉得能做就好了 或者是说厨余的东西 以我们来讲 一定会去大卖场或IKEA 买一个有造型的来放厨余 对不对 可是我婆婆有 我记得第一年 我每一年大年出去 都会请他们上来 公公婆婆三个小姑 请他们上来我们家吃饭 他们就觉得是两个 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就说你这个家具应该很贵吧 可是其实没有 就是很正常的家具 然后我说为什么 你们家会有这个按摩椅 不是 家里应该就会有的吗 就是我的问号会一堆 可是在我婆婆的讲话的感觉就是 你是不是花了我儿子的钱 我会花钱 去买了这些东西 然后让你的生活感到富裕 对 可是后来我有一次 我就是真的是 因为我受不了 我就冲下去 跟我婆婆讲一句话 我说第一个 我没有拿你儿子的钱过生活 第二个 你看到所有的新增家具 都是我买的 第三 你儿子只有享福 没有受苦 我就这样跟她讲这三点 你的婆婆怎么接招 她就没有说 你外星人说的都这么大声 都这么怕 就是我在跟她讲道理上 觉得你们外神怎么都这么凶 我讲不过你 你口条好 我讲不过你 算了 你记者很会讲话 对 可是我会觉得说 第一个是因为他们有点重听 我自然而然会大声 那再来是我情绪很激动 是我一直被你们误会这件事情 我更神奇 所以我会把它讲清楚说明白 那变成他们会认为说 你就是外星人 跟我那么大声 结果过年上来 好了 吃完饭是不是要洗碗 我煮饭男生洗碗 OK 是不是很OK 很OK对不对 那一刻我觉得我婆婆当下 真的是晴天霹雳 她说 因为她儿子就在水槽洗碗 她站在厨房门口说 我儿子请翻成台语 因为我不太会讲台语 她就说 我儿子养这么大 我煮饭给她吃 碗没有让她洗过 然后甚至我连个拖把 都没有让她拿过 她竟然结了婚 是在家洗碗 说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煮饭她洗碗 这就是分工合作 就是她成小孩成那么久 被你扣抖的感觉 对 她都是从头到头都觉得 好像我把她儿子 就是累着了 饿着了 对 这件事是在她妈妈的 以妈妈的观念来看 我们的婚姻生活 所以时不时 如果说有时候我出去 比如像在晚上六点多的通告 晚上六点多应该干嘛 应该煮好饭菜 在家里等丈夫回来吃饭 有没有 那但是如果那天 我刚好经过家门口说 妈 我要去 吃东西 我要去做工作了 你知道她的回应是说 她要吃什么 她讲的是她晚上要吃 不是说她们 对 她不是讲她们 还有护兵和烤衣 对 但是我刚才讲说 有外送 她说你们都天天吃外送 不花钱吗 我说没有 你煮饭回来 要煮十道菜更花钱 还要花力气 这当中你老公 有没有帮忙协调跟 没有 没有 对 重点就是他很安静 没有说 就是我们就两个人 因为孩子不在 就两个人 两个人你要煮饭很难煮 剩下来你要当厨余 又泡到自己身体上去 所以我 但是我那时候很期待 是我先生去跟我婆婆或公公讲 因为我公公婆是 从结婚一直到现在 我要指的 她们八十八岁跟九十岁 到现在一个去骑摩车买菜 一个是每天回家做饭的人 下午茶的欢乐时光 是炸着一堆鸡屁股在那边微笑 欢乐当中 那我会觉得说 她们就是一个很传统 说一定要时间到了 太太就是要回来煮饭的那个人 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对 可是你怎么会跑出去工作呢 然后你会叫儿子去买 买外面的回来吃 那面对她们这个 应该也是世代的隔阂 这个观念差异这么大 就背负二媳妇的这种压力 我想问她如中哥你怎么看 那特别她的老公 是不是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第一个就是我要请媳妇 自己先想想看 我有沒有太敏感 我会不会在嫁进来之前 我对所有生小孩这件事情 我其实很排斥 偏偏你又刚好 一直聊我这一块 我没排斥 我也没避孕 但是你生不出来 所以你就 你又杀了我一见 所以这件事情你是介意的 你这件事情就是介意你会 我的意思是 公公婆婆也许同样在 对你丢手榴弹 可是这件事情你听进去了 其他事情其实一样 她在对你丢手榴弹 你却没有听进去 是因为你很敏感 你在这个部分很脆弱 没有对错 就是我们大家想想看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你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 而叫继续做的事情 叫做距离一针 反正你不管说跟不说 你就是那个说话很大声的外省人 真下去 公公婆婆会不会在一百次之后 变了 我不晓得 但一定会听进去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你先生 他就算是不在你这边 他毕竟是个比较年轻的 懂事的人 他会知道他老婆 辛苦在哪一地方 很多男人是因为妈妈的关系 或者是他没有胆子 他不站出来 但并不代表他不懂 他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对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要继续据理一针 是为你的孩子 因为你们家族的故事 公公婆婆婆为什么会变成 这样子的公公婆婆婆 可能是因为 他的公公婆婆这样对他 答对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改写 对 所以我们要改写 我们的家族历史 只有从我们自己开始 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认为 公公婆婆 我的阿婆公阿嬷 这样子对我妈妈 以后我就这样对我老婆 这样就惨了 所以就是说你会更辛苦一点 因为你要做得更多 所以我现在很努力 在改写历史你知道 我都摸五年前 大概这个历史就没有了 是 因为五年前的时候有一天 我真的也受不了说 为什么我先生老师 不站在我这边 每次我都要花很多精力跟时间 去跟我公婆讲 结果后来呢 我就请我先生坐在对面说 我们离婚吧 最后空蝶来了 真的说了 我说我们离婚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五年来 我觉得我做的事情 还有要改造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很辛苦 没有帮手 没有队友 我觉得我很累 因为就是好像 看在妈妈的眼里 或爸爸的眼里是 我一直不断在花这个老公的钱的感觉 可是事实不是 你没有出来帮我澄清 对 你没有帮我澄清这件事情 你知道他也坐下来 他大概停留了大概三分钟 他走到电话边 拿起了电话说 妈 你上来一下好不好 瑞玲说要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 好 因为这个举动让我知道 就像老师讲的 有可能他就是妈妈的宝贝 就是比较听妈妈的话 他不会解决 对 但是妈妈上来就讲说 你们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婚 现在生活过得不好吗 所以对他们害怕 因为就是我是讲话大声 但是没有不顺 有些人是会笑不顺 或者是不笑会顺 但是我们是孝顺孝顺 排在一块 所以他讲什么 我们一定是顺着他 但是我会帮他讲一个道理存在 所以到后来 我婆婆的上来的 这样子的方式 让我们没有离婚 一直维持到这样下去 所以我正在改变历史 男生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频道 请记得搜寻 东风卫视 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QR Code 同时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 还有还有我们有很多独家的 好康网络影片 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秘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